全新Chevrolet Cruze 投資有段時間,繼續看看最新的市況 其實看到最近數據都影響一般 今早出來的ADP又不太好 上星期五的美國GDP又停滯不前 其實很多人都說數據這麼差 都反映到美國經濟可能真的在放慢 復甦的步伐開始慢了下來 究竟美國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調整 Anthony你怎樣提 我覺得數據這麼差其實有幾樣東西 主要是因為目前美國雖然有人有工作 但其實美國國民仍然對未來的前景很擔憂 他們擔心自己的工作沒有了 如果擔心自己的工作沒有了 即是說他在花錢方面,消費方面 他就會很謹慎,不會亂買東西 而另一方面更加不要再說買屋 所以美國的房市也做得不好 因為一路繼續下滑 再加上很不幸運 當時美國年頭就說經濟在復甦 但因為天災人亡 日本出現了地震、海嘯等核輻的洩漏 有機會影響了全球電子消費品各方面的供應連鎖反應 這些情況下都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經濟復甦 所以加上油價高企 通脹的壓力越來越厲害 所以基本上人們已經不願再消費 美國以一個消費型的國家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個人層面,消費者層面 當然消費支出的表現都一般 而樓市方面更加是最弱的一環 美國樓市剛剛出來 昨天的彼准普爾的20大城市房價指數 也下跌了3.6% 回到2002年的程度 另外,芝加哥採核經理指數 昨天又是出來的,又下跌到56.6% 也不是那麼好 幾項數據出來都一般 製造業又不好,樓市又不好 現在的就業市場又不好 可能調整也會作出難免 調整就一定是調整的 究竟是甚麼時候調整呢 普遍的經濟學家都說 調整會在下季,下季會出現一個大調整 至於怎樣調整的話 主要就是大家看回 其實很明顯就是在6月底的QE2完結之前 其實大家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下 如果它沒有QE3的話 就出現了甚麼情況呢 就是出現了很多人 將它現在的量化寬鬆所得益回來的資產 就會賣出去 例如黃金、石油、銀等等 這些賣出去 所以到時就會導致股市的數據又會再向下滑 這個大家要看看 是的,你說QE2 在6月底就會結束 現在這樣看法 數據又不太好 其實會不會增加推出 例如QE3 不要是QE3或者是QE2.5 那個壓力在哪裡 我想如果說QE2.5 只不過是一個政治的一個考慮 其實都是QE3 其實都是QE3 其實都是QE2.5 QE2比較好聽 讓大家吵少一點 其實國內來說都是很中雪昏雲的 因為早前聯儲局都說 我們不會去QE3 但實際情況 如果當真需要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猜美國會不會做呢 因為如果你實施到QE3 其實他這樣做法 對他的折金是沒有損害的 這是損人利己的做法 只不過是到時候 中國和日本承受這些壓力 再加上 其實目前來說 股市 究竟目前來說 最需要些甚麼 其實是需要錢 需要金錢 但目前來說 美國 因為那個嬰兒潮 那些人每一天 平均大約有一萬人退休 退休來說 他就會捉一些錢出來用 因為這些情況出現了 所以就變成了 他的成交量很少 很少 所以就變成了 當沒有錢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美國政府放錢進去 那怎樣放錢進去呢 就是量化販送 最後其實想問一下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投資者 現在那個部署的策略 應該是怎樣 看看他目前來說 會出現一個情況 如果當QE3真的會來的話 當時就說一些小型的股份 股份類 醫療股 或者一些防衛性重一點的 大籃籌股 是值得考慮一下 大家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說到這裡 今天節目時間夠了 明天早上 同時間繼續在9點鐘 在9點鐘 拜拜 在9點鐘 到9點鐘 到9點鐘 到9點鐘